由於北部傳出蛋荒 不太容易買到雞蛋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結合 基隆市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準備500核SGS認證 沒有抗生素的安心雞蛋 總共5000顆雞蛋 在議員服務處不分區 免費發送給 急需要補充營養的民眾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淡淡的幸福 民眾大排長榮 因為我們洗剩的 它就是一天最少要吃2顆 我真的從台北 我就過年就去台北買 買回來就真的買不到 我基隆也買不到雞蛋 不過500核5000顆雞蛋 18分鐘內就被拿光光 警方也出動協助維護秩序 其實為什麼會有 淡淡的幸福發放呢 是因為確實有很多 急需要我們吃雞蛋 補充營養的人 甚至有一些洗腎 或者是癌症的患者 他們暫時去買不到雞蛋 所以秉均這邊也跟幾個友人 來去募集 然後我們來由南到北 一間一間的蛋籠來去詢問 那希望來去購買雞蛋 來去發放給這些急需吃雞蛋 補充營養的人 那其實我們也還雖然很辛苦 但也順利的募集到5000顆 然後共500份 來發放給500個需要的人 當然因為今天的排隊 其實相當的熱烈 也看得出來大家對雞蛋的需求 是相當相當的高 那我這邊當然我還是希望 可以自己拋磚魚翼 做散的尋完 來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忙的人 所以我這邊也會持續 再去跟這些蛋籠來去詢問 如果還有 是不是還有一些多餘的 這些有機的雞蛋 可以來去賣給我 那如果我要是還有買到 更多的雞蛋的時候 我會再來持續的發放 早上10點發雞蛋 最早一位民眾 早上7點20分就來排隊 不少沒有拿到雞蛋的民眾 排回在服務處外面 不願意離開 張秉均強調 他會再努力跟蛋籠們買雞蛋 也歡迎社會各界 共同響應這項關懷活動 捐款給基隆市 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一起買安心雞蛋 分送給急需要雞蛋 補充營養的民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